Hello各位朋友,歡迎回來高達老母 歡迎回到Gundam Mobile 歡迎來到高達老母 我相信大家今個禮拜都很忙 在做這個特別戰的任務 它就有好像是四個level Lv.2就已經出了這個特別的道具 但是Lv.3和Lv.4反而是送一些沒用的錢 DP券 先說回這裡 因為這個特別戰的玩法已經不同了 我自己最初玩都覺得蠻困難的 因為不同的玩家都在適應這個MAP 不知如何站位,人們都走到散了 所以輸的機率高很多 不過這場和之前已經發掘了一個玩法 就是沒有必要盡快上水 因為只要敵人在水裡 你就可以在水上面慢慢射到下面的敵人 是坑殺他們的 都是容易打很多 就算他們有個別一隻兩隻上了水 我們都可以逐隻和他們解決 這次用了這個潛水 還是深潛型渣虎 它可以一邊飛 不是飛 一邊游水一邊射擊 這個是相當好用的 我後面同伴有兩隻 不斷在後面射 所以我就讓回右邊給他們 我就走左邊 尤其是這些位置 尤其是這些位置 你飛過去 不是 游過去 然後一邊游一邊射 幫手打停隊友 是相當好用的 好 我看著這隻 就想追著他們打 不過 剛巧有一隻是紅機 我這隻是繁機 就可以飛過去 打停了之後 再落海蛇 跟著就不斷去扣血 剛巧那隻強人就過來幫拖 搞定了 很快脫了 那前面呢 人多一刻人少 不過呢 我也當他兩隻 因為呢 那裡有一隻是殘血的 不過我忘記了回路 要不然呢 就應該可以收到那隻殘血 不過這個強人呢 就非常進擊 好像擋了我的 那沒辦法 都一樣一樣 我自己就主射擊 那他就慢慢飛過去做格鬥 不過呢 我就搞定了 這隻肥子 那這隻呢 就單打獨鬥 都是同一個玩法 咦 不過呢 我去到他面前出海蛇 就太遲了 幸好 都可以有機會被我收頭 這個場景 會不會好像剛剛 開頭玩的時候一樣呢 那呢 跳上去水面 然後呢 繼續射擊 都是那句 坑殺他們 你看看 我後面 在右手邊的同伴呢 全部呢 都已經在Ready 不斷地向下射 不過我看到這裡呢 有一隻呢 快要上來 我就想停一停他 不過 我的同伴的射擊 就不太夠 結果呢 我就選了下面 想著有一隻 原來有兩隻 不過不要緊 這隻肥鬼呢 我都搞定他的 那 出了這一招呢 嗯 升龍拳 可以靠近五千多 可惜呢 我就真的不夠 這個愛爾蘭魔蟹那麼快 和那個爪姬力動很強 都順帶說說 我自己覺得呢 新的這個打法呢 有一件事要特別注意 只要你在水下面呢 其實是很難回到水上面的 那所以呢 如果 你能夠把握到時間 去放這個炸彈的話呢 你的勝算 爆到的機率呢 是會高很多的 那所以呢 大家 留意啦 如果 有些人仔未死呢 都記住是 殲滅了他 跟著才繼續再打下去 來到這裏呢 都是圍著這個 水裡面的敵人去坑殺 逐一坑殺 那這裏呢 都 都是很麻煩 那剛剛呢 那個海蛇呢 又不中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不要緊 我還有 那現在呢 就可以再出多一隻 OYOKEN 呵呵 很快就搞定他了 因為呢 上面呢 那些銅盤呢 都不停射 幫到大忙的 下面 在水裡面那隻呢 就不用理他了 因為他的射擊 根本是威脅不到 我們水上面的銅盤 那這裏呢 這隻呢 就剛好呢 他滅了我 去我的後面 那不要緊 那這個時候呢 對面的敵人呢 都很主動 終於明白到 一定要上水 這個 Situation 那當然是 按他下去 那我們已經有兩隻了 那現在呢 這裏單隻 那我當然是去追 但是右邊呢 落到水的時候呢 才發現 在右邊是有成三隻 那搞不定啦 一隻愛人摩蟹的速度 已經不高過我很多 所以呢 都是要被他 被他 被他 省殺 即是我一落到 就被他打平 打平 打平 好 那就看回形勢呢 我們那些敵人 就有一部分 不是一部分 有四隻都在這裏 那當然是射他 不過這個 深潛型渣古呢 就有一種 差一點點的地方 就是他的射擊 射擊的武器 不是太夠的 那結果呢 我打算這一刻呢 我真的被這兩隻 射死了 誰知道 他放生我 其實呢 遠處還有一隻 愛爾蘭魔蟹的 放生了我 變了 這隻眼前 這隻呢 就沒辦法 就輪到他死了 但是我後面 現在在水裡有一隻 那我見單隻 當然是跳下去 但是呢 他是氣機的 他就是想著 放炸彈的朋友 那不要緊 那我就搞定 我們搞定這隻 先啦 那好啦 人仔呢 都被剛剛隔離這部 4號機 就解決了 那現在呢 就 去解決了 其餘的敵人 那 前面呢 只有一隻肥的 我也有信心 可以搞定他 不過呢 他其實呢 有很多顆炸彈 所以我又被他打平 所以我又被他打平 現在呢 我想撞低他 然後呢 我的同伴又想撞低他 浪費了 如果我的同伴先撞低了 那我都可以出個 星龍拳 扣他五千多 其實他應該是死的 唯有大家圍打 地下這隻 那 那隻肥的呢 4號又搞定了 好 那現在呢 我的能源呢 其實很少 那我都不想做太大動作 因為只剩一分鐘的時間 那眼前呢 有一隻 盡量扣血 那也是一句 射停了 我又想用海蛇 不過呢 搞不定了 而這隻呢 非常不幸運 我左手那些 叫做 魚錶 還是 箭那些 全部打到牆 那這個時候呢 好笑啊 那我就想 糟了 那要快點去拆開炸彈 不過不對啊 那三十幾秒 他真是為了純粹加分 所以 做了洛基兒 這樣裝炸彈 不要理他 好啦 最終二十幾秒 那就 沒什麼好搞了 戰局已定 有1000分的差距 那 保住條命呢 以及 控制一下敵人的走向 就已經OK了 這東西呢 幸運走得掉 但是呢 他都吃正我的海蛇 一下呢 現在就扣我 我扣他 四千個法器 再加上呢 這個勇士 好隊友 在後面 補多一刀 搞定 非常爽啊 這回合 算是打得不錯的 成績當然是滿意 因為呢 玩這個特別戰呢 其實 剛剛我也說了 挫敗感很強 近這幾回合 真的贏得 感覺上就 好些 回來 還有呢 這個 特別戰之後呢 就拿了 這個 叫做 不知什麼 水公式聖的 跟著呢 我就在想 咦 Lv3和Lv4 是什麼呢 一測 原來 咦 DP的 算了 不打了 好了 今次的分享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LIKE comment 訂閱我IG FACEBOOK 和MeV 我們下次見 拜拜